相关的 央行紧急降息了两码 让房贷族又省一笔了 我们带您算一算 就是以如果你贷300万元的优惠房贷来说 央行这一次降息两码 所以本利贪环一年可以省下6600块钱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是从去年10月份计算下来的话 到现在我们看到连续4个月是6度降息 那房贷户光是一年 我们看到就可以省下高达24000块钱这么多 不过跟主动会降息的优惠房贷相比 如果你的这个房贷是跟这个之前比较旧的 这种房贷利率来算的话 你就要主动跟银行说你要降息了 不然的话这个利率还是维持不变的 央行宣布降息对房贷一组来说 肩上的担子又减轻了不少 就如果这一次央行调降两码 那邮局再跟进大概这两码的 大概7到8成的话 那可能整个优惠房贷利率会降到1.375 这回央行降息两码 房仲业者预估优惠房贷利率可以从1.775% 降为1.375%左右 算算如果是300万元的贷款户 每个月房贷本今年利息将从14859元 降为14305元 一年大概可以省下6600多元 如果再从去年9月来算 央行连续降息八码半 优惠房贷更从2.775%降为现在的1.375% 而房贷每个月从16302元降到现在的14305元左右 每个月省2000一年大概省下24000元 博业者也提醒一般的银行房贷却不会主动调降 提醒房贷族主动向银行提出申请 如果和原本的银行协调不成 也可以考虑转其他的银行来借贷 只要付出大概1到2万元的设定费用 就可以把你手上3%以上的房贷 降到2%左右的利率 专讯文章旭李东益 台报导